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平时不善言辞的他一说起闽南传统文化便滔滔不绝 他告诉我们平时只要一得空 他就会钻进闽南的古街古巷 寻找有价值的传统建筑碑客 我刚开始是用拍照来记录这些家讯对联的提供 后来感觉相机拍照并不是最理想的方式 一些有连带的石碑 那它上面文字它分化的就比较厉害 如果用踏片的形式把它记录下来会更好 K白比较明显 拍照有个上面的文字 我们拍起来并不是个 所以可以拍得很清晰 踏印又称金石传踏 只将碑文石刻 青铜器等文物的形状 及其上面的文字图案 踏下来的记忆 这项记忆已传承千年 一张纸 一碟墨 一塔包 将凹凸不平的花纹或是文字印在纸上 既保存了文献资料 又留存了文士的形态 是保固和研究文物古迹的重要技术手段 许多散失毁坏的时刻 就是因为有踏片传逝 才使得现在的我们 能够感受到原石刻的内容 及风采 好 大一张 这个踏片可以真实地反映 碑壳的尺寸 像老房子的这些碑壳 我会先去把尺寸量下来 然后回来材质 材质再到现场去踏 像一些比较远的 之前没去过的 那只好多带宣纸 到现场去采一采了再踏 做踏片是不是一定要用宣纸 要用安徽产的正宗的宣纸 可以保存得很久 踏制的过程当中 也不容易说损坏 裂开这些 细节可以更好地反映出来 当然成本会高一些 但是每次看到踏下的这些踏片 感觉说这些都很值得 正是踏印之前 江玉蓉会在工作室里裁切宣纸 踏印过程繁琐 场地大多在户外 不过他乐在其中 这块是敬城李先生生死记 像这几人 我太来的背课比较难忘的 就是这一张 当时我去村子里看到这张 这块石碑的时候 它上面分化得比较严重的 那字也刻得比较小 现场并不能很好地辨认出来 当时村里的老人说 这块碑基踏出来 可能字也出不来了 我花了一天的时间 把这块碑基给完整地踏下来 踏出来效果感觉还可以 而且它是张绿图的书法 江玉蓉告诉我们 他其实也是半路出家 而他与踏印的缘分 始于一次特别的有人聚会 我们是06年07年 在论坛上认识的 除了那个驻华还有坐港 对那会可能就是因为 大家都喜欢敏兰的 这些相关的文化 就也在线下来见面 来这边坐这样的一张塔片 三个人从来没见过没有 那想聚一下也见一下没有 也都不会 就是这块碑 那我们三个人是 负了很大的劲把它翻转过来 当时也没有踏包 我们是用那个宣纸 宣纸楼层团 楼层团来当踏包 那个第一次的那种体验 可以说是有一种惊喜的那种感觉 我就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个东西了 这是他们共同完成的第一幅作品 从此以后 他们都对踏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如今开始对闽南地区一些风化较为严重的碑纹 进行踏印流地处理 而这本《安平背踏路》 则是他们共同努力地结晶 安海旧城改造完之后 就是有一些老的古建筑拆迁 所以从09年开始大规模抢时间了 其实我们一开始 他也没有确定要做那本书 只是觉得要怕这些东西把它留存下来 很早出门很晚回去 没有吃饭就坐完 最晚应该有三四点这样子的 回去 坐在后面其实都有点睡着了 如果不是想的那一碗面线 我可能就真的睡着了 凭着一腔热忱 他们在一百多平方公里的安海古镇范围内 踏印了两百多方碑壳 最终编转完成了《安平背踏路》一书 书中收录了一百四十多幅踏片 而江玉蓉的踏印技术 也在经验积累中逐渐精进 2019年 他研制的踏包 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实用新型专利证书 到这些村子小巷比较多 那平时我们都是骑着摩托车过来 像这些船上的工具比较多 像这些包啊椅子桌子啊 所有的人搬的 能挂在身上的前部挂前部搬就这样 踏印的过程是枯燥而单调的 好在这条路并不孤独 书心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开始对这项记忆产生兴趣 你如果要去处处解释这个 其实从2011年2012年跟念良徒 念老师我们一起在做这个 金江贝克集的时候 我就开始接触贝克了 但那时候对踏片我是一无所知的 应该是14年15年的时候 江老师他要去南安踏一块碑 那这样一起遗落的时候 那个颜色字体就一下子 在这个阳光底下 再慢慢浮现下来 那感觉真的太奇妙了 我觉得很美好 我就跟江老师说 能不能让我试一试 我就也很大胆 无知者无畏 也还好没有毁了他的作品 对他来讲 他也觉得很意外 那就这样子 我跟踏片就结缘了 陈聪毅首次尝试 便成功将一方石碑 踏印下来 这让江玉蓉十分意外 自那之后 陈聪毅便开始跟着他 进行系统学习 江老师我们现在是在等什么 那个房子的主人他出去了 然后呢我跟他联系一下 都是私人的财产 那我都是要事先跟房子主人沟通好 那他们答应让我再过来 你好 早上来了 好 高兴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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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定来帮他洗洗 给他带我们去旧厨 我带你帮他随时翻译 你帮他 好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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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七十一 得到房屋主人准许后 他们开始进行测量工作 Q弦啊 但这个我还是要脱 你就是什么地方要脱 这里脱起来是一样 竹塔来 脱起来 这个按熟化 提拔一下 这个放在熟化会很异样 这些建筑构建很多都已经贴湿掉了 那这种情况其实在我们经常的 这个走街串巷当中 这些闽南的传统名积上面 经常是看到这种情况 所以传塔它的另一个意义就是保护 就把这些散落在民间的这一些 我认为的这些也是一种 那个文化一个魁宝 那把这一些的话 把它给保存下来 真的是很有意义 而且当你把这些东西 给那个小朋友们讲的时候 他们原来说 那个表情说 哦 原来是这样子的 那时候是特意开心 特意有成就感的 像这些房子的提客 无论是他的内容 或者是艺术的审美 对我们都是有很大的启发者 之前呢 有做脑房子 嘉迅是原作两个近世的父亲写的字 那个很难得 我想去他跟房子主人沟通 但是房子主人可能考虑到说不安全 所以不让我踏 然后呢 一直挂链着 后来那边拆迁 拆迁呢 那个我在过去的时候 那个石头已经不在了 这些遗憾无形中加重了 他们对保护文物古迹的紧迫感 和责任感 今年 金石传大记忆 入选金江市第七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代表形象的迷路 这也为闽南地区的文物考古 文物鉴定和研究等工作 提供了更多可能性 今天的工作还算是比较顺利的 这样子算也比较早收工了 也有意的过这种 突然间我们收工的时候 突然间下大椅的 我们把所有的能挡椅的 能遮椅的这些东西 都尽量来包这些工具 跟这些踏片 那两个人就联得都是 都真的从你到外都湿透了 这群踏银爱好者 深爱的不仅是金石传踏 这项记忆 还有它背后所守护的传统文化 或许不是每一件藏品 都能被载入实测 但寻找考证保存 是一份跨越漫长时光 遥望历史的热忱 也是中国人传承千年的浪漫情怀 帮我查一下纽约下周的天气 下周纽约天气就转凉了 要注意保暖 帮我查一下美元的汇率 福建广电网络 AI智能与音遥控器 大屏一键掌控 更听你话 更等你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走 宾宾 楼下同志做合缩了 快走 等一下 你口罩呢 戴了 在这儿呢 你看 这不是吗 你这个口罩戴几天了 你看你上面都已经乞求了好吗 怕什么 这是我自己戴的口罩 又不脏 更多疫情基因口罩能省就省 来 大错特错 我给你看一下 你看 这个是没有使用过的口罩 上面是不是很干净 你看下面这个是使用过的 长期使用 然后放在显微镜下 放大看上面有非常多的灰尘细菌 如果跟携带病毒的人接触过 上面就有病毒 对 不少能防护 有可能会有反作用 它变成一个毒口罩了 那我赶紧去蒸了 你等我一下 来来来 快给我一个新的戴上 口罩只戴不患 危害更大 佩戴口罩有效降低感染病毒的几率 每个口罩 佩戴时间累积不超过八个小时 尤其参加大规模核酸检测过后 建议立马更换 将农村的几率 这一步一步当中 体验漫南空情 体验漫南空情 在这一步一步当中 每个月 每个月 牌鞋利 牌鞋号暗 8点 立马季 进港地市台 大行 4兴 文化 老板南 我们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